大家好我是张欣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抗通膨家常小炒菜 原材料加起来绝对不会超过50块 我们来看看今天原材料是什么 就是这一颗 大家看到这一个 一定就知道这是丝瓜 再看到我穿短袖 很多人就会想 现在到底是不是夏天 跟大家报告 不是哦 现在真的是11月底了 为什么我们会买到丝瓜呢 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到菜市场 去走路去买菜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一个摊贩 他有卖丝瓜 而且又嫩又漂亮 我想冬天吃不到丝瓜 嘴巴馋就去问问看 价格会不会很贵 如果不是很贵 就把它买回来 就没想到这样一颗 才20块钱 现在台湾真是是 四季如春的宝岛 你不管在什么季节 想吃什么东西 还真能买到便宜 而且又漂亮的东西 不过在做这个丝瓜之前 一定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从南吃到北 从台湾吃到大陆 从制作餐吃到五星级饭店 还真的从来没吃过 像我老婆炒的这个丝瓜 这么好吃的 它炒出来就有一个特殊的风味 所以今天特别要麻烦我老婆 来分享这一道 非常好吃的家常小炒菜 青草丝瓜 不过一开始之前 咱们还是聊聊丝瓜的历史吧 老婆 我们做过15道丝瓜的料理 也讲过15次丝瓜的历史 老婆你记不记得 丝瓜的原产地是哪里 印度嘛 厉害厉害厉害 其实瓜类要不就产自中国 要不产自印度 再来就是产自于中南美洲 这个丝瓜还真的产自于印度 所以在文字记载里面 印度大概2000多年前 就有人开始摘种 和吃这个丝瓜 可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面 一般这个丝瓜都被局限在 那个东南部一带 为什么呢 因为它顺着水路就传到中国来了 可是那个时候这里是南蛮 或者是蛮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这个瓜在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里面 就把它称之为蛮瓜 它一直没有传到中原大地上去 一直到了是宋朝 不是由援兵开始往 那个北部中原地带侵犯嘛 所以文人汉人大幅南下之后 中原的汉人才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瓜 所以也给他了一个除了蛮瓜之外 比较好听的名字 李时珍里面有讲 他称之为丝螺之瓜 为什么他成熟之后 中间会有什么 老的纤维就好像丝螺一样 所以把它称之为丝螺 那为什么会叫做丝瓜呢 根据文字记载里面 最早的是在泉州辅治 泉州辅治称这个瓜 蛮瓜丝螺它是这么写的 因为他老则其中有丝 故名为丝瓜 所以这个名字就因为他老则有丝之后 就被称之为丝瓜了 可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没有哪一种瓜老了之后会有纤维的 好像大部分瓜老了之后就烂掉了吧 只有这个会有纤维而已 而丝瓜一般在中国有三个品种 在台湾大概也是三个品种 第一种叫做短筒丝瓜 也是20公分上下 我们现在吃的这种 这种称之为短筒丝瓜 另外一种称之为长筒丝瓜 就长超过20公分 大概会长到40公分左右 这个基本上就拿来做菜瓜布 因为它的肉质比较粗 这种做菜瓜布的少 你看菜瓜布是不是都做成这么长 拿来洗澡洗东西用的 还有一种叫做棱角丝瓜 也就是有丝棱的 那个一般来说也是从广东 传到中国来 传到台湾来 台湾种最多的就是在澎湖 又被称之为澎湖丝瓜 其实还有一种 叫做霞肠丝瓜 老婆你有没有看过舌瓜 舌瓜 有没有那个长长弯的关系 对很像舌一样 白白还有调纹 那种也算是丝瓜的一种 那就是另外的名字 另外的故事了 好嘞 话不多说 今天赶紧来请我老婆做这道 非常好吃的 嘿 青草丝瓜 老婆 大家好 孙玉如姐 这个就是丝瓜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洗东西的菜瓜布 这应该很多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它其实这个就是丝瓜老了以后 它剩下的丝 然后里面变这样 这种很好洗哦 对 这个啊 因为台语这个叫菜龟嘛 菜瓜 所以呢 我们翻成中文 现在洗东西的都叫菜瓜布 对对对 就是从这个来的 两个摆在一起 老婆看一下 其实它好像照X光哦 这哒 照穿就是又被哪个 现在应该也不太容易买到这种东西 对要自己种 对这个丝瓜呢 我先把皮给削了 头尾先去掉 那要顺便分享一下 我今天在买丝瓜的时候 那个老板娘 我就问她说 老板娘 帮我挑一个嫩一点的 她说你就这样拿 重量越重的 越嫩 因为它如果没有 水分含量比较高 对像这个就很轻嘛 就很老了 好 其实大概看两个 再来就是看它的皮 比较粗糙一点的也比较好 对像这个也比较粗糙 对 如果很光滑 那我们可能就是它运送的时间 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 这种就会相对嫩一些些 对 好 先削皮 现在皮削好了 你看一下这里面真的超嫩的 对对对 以前我在切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切 这样切切切切切 但是我发现 其实自助餐他们在切的时候 他们是切成这种 就是滚刀块 这样子的话 它的口感其实会比较好 后来我就改成这样子 这样子 老婆 那我如果问你一个考题啊 这好像是中学生不知道哪一次联考的考题 丝瓜啊 是来自于丝瓜的熊花还是瓷花 是来自熊花瓷花的哪一个部分 其实丝瓜很奇怪哦 丝瓜有分熊花跟瓷花 瓷花 一般的花没有对不对 它只是分熊蕊跟瓷蕎 丝瓜是有分熊花跟瓷花 所以它是来自于瓷花的脂肪 长成这个丝瓜 好复习一下 有人刚好看到联考考出来就赚到了 好我们刚切了一些姜片 那我们准备上锅 现在锅子已经烧得很热了 先倒一些油 其实这个方法啊 我外婆就是这样炒 我小时候我外婆都是这样炒 所以我也都是这样炒 我只是把那个 就是切片的方法改了 对 就是很好吃 对姜片一定要先煸到姜味出来哦 对 所以这个先压一下 对 你现在看啊 这个姜片已经煸到这样子 焦焦的了 对 焦太好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再下这个 呦 呦 把这个全部都下来 哎呦 接着就是大火 啊 大火我们就把它煽一下 就是让这个丝瓜 它每一个面 它就要就是被油这样煸过 其实我有时候吃自助餐的丝瓜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很期待 炒了一个油的那个香味 好大火哦 好 对老婆 前几天有人问我啊 对 它炒丝瓜会变黑 奇怪我脑袋里面怎么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没有黑过的 我们家炒也没有黑过啊 对啊 对 那我也不晓得 因为网路上它都会发黑 我就晓得是不是火太小还是怎么样 什么要泡盐水怎么样 切头切尾 去多一点 奇怪我从来没看过会变黑的 对 那你看哦 现在所有的丝瓜是不是都已经裹翻成的 然后 还有 有的地方带有一点那个胶皮啊 没那反应也出来了一点 对 对 所以它就很香 你看看这个 有有很香耶 好 我们这样的丝瓜炒就是这样子 先这样子炒到会有点焦了 就边边有点焦 好 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香了 对 加一点点的水 水不要多 只要一点就好 这个水只是要把 丝瓜里头的水分滴出来 所以先加一点点就好 然后再来盖子盖子 好 火把它转成这样子 中火 刚刚全程大火 现在焖的时候用中火 对 先让它焖一下 好嘞 好 哇 漂亮啊 对 现在大概煮了五分钟 焖了五分钟 大家看一下 好 它的汤汁其实就有点浓稠 而且已经出了很多水 而且很脆绿啊 嗯 也不要煮太久 就是维持它里头有一点淡淡的 就是还是有一点脆口的口感 可是一开锅的时候 有一点肉味的感觉 对 它就是有一个肉味 那我现在做一个很简单的调味 就是一点点盐 盐吧 你看我把盐摆在旁边 嗯 好 先让它融一下 然后再一点点的这个味精 小心 提鲜 好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就这样 好 这个东西 不要弄 不要弄太咸 嗯 清淡清淡的好吃 好嘞 好 熄火 熄火 它有一个特殊的吃法 我以前还没吃过 是自从他嫁了我之后 我才知道这样超好吃的 我们家我老爸炒丝瓜 他从河南来的嘛 都是炒冬粉 超好吃 那我老婆炒这个味道又有不同 我们家炒丝瓜都是用那个蒜头炒 而我老婆他们家炒丝瓜都是用姜片炒 对 嗯 甜了 很甜 而且这样子的切法 它吃起来还蛮有口感 比较有口感 对 而且皮还有一点点脆度 嗯 中间很软辣 嗯 吃起来口感是有层次 嗯 很好吃 我小时候也好爱吃丝瓜 丝瓜最麻烦的就是一口接一口 没什么感觉稀里呼噜整大本来吃瓜 对 我老婆他们家怎么吃啊 我啦 我自己都这样吃 就是我很喜欢把那个汁拿来搅饭 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汁很甜 对 就是它丝瓜本身的那个甜味 都跑出来了 搅在饭里头超好吃 有时候拌面馅也很好吃 对拌面馅 吃起来多丝滑 嗯 它有点点淡淡姜的味道 这种方式炒出来的丝瓜 它的汤汁就比较浓稠一点 我觉得就是这个浓稠好吃 对 就是它的香味 丝瓜本身的清甜还在 它汤里面又带有满满的丝瓜水的味道 20块钱一道菜 夫妻两个吃的开心又愉快 谁说便宜的食材不能做出好料理 平凡的生活不能过得有滋有味 咱们一起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每一天 张庆办谈咱们下回见 拜拜